要把它改寫成那個VBA的版本 那一樣VBA第一個啦 你就是開一個Excel空的嘛 那一樣要開發人員就要打開 打開VideoBasic之後的話 一樣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那當然因為程式 其實至於怎麼寫 我直接來雲端上面的程式來看 第六頁的地方 其實這個就已經寫好了 把這個地方把它Ctrl-C 然後Ctrl-V貼上 那其實順便比較一下 到底這個Python跟那個VBA到底有什麼差別 其實你會發現 蠻多地方其實是差不多的 知情給各位看一下 結果的話有沒有一模一樣 那只是說因為VBA它的優勢就是說 它直接本身就是一個表格的型態 所以我們只是決定說 我要放在哪一個表格 哪一個儲存格 那哪一個儲存格基本上就是Sales Sales的話指的就是說 我現在整個工作表的全部Sales 就全部的那個 那其中哪一個的話 你就是哪一列哪一欄 哪一列哪一欄 對不對 然後呢 哪一列哪一欄的話 那我這邊一樣 for i等於 特別是喔 所以第一個不一樣 你會發現兩者之間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for圍圈呢 在Python裡面是for i in range 不過其實 道理其實差不了多少 反正後面就是一個清單嘛 所以一樣也是怎麼把清單放在i裡面 只是說敘述的方式不太一樣 OK 然後呢 這個是外圍圈 這個內圍圈 一樣我有縮排 當然如果在VBA裡面 你即便是不縮排 當然在程式跑 比如說我這邊不縮排 這樣喔有沒有 你程式跑出來的結果 並不會影響 可是在Python裡面就會影響 這個可能這邊執行 一樣嘛 但問題喔 我還是建議你就是說 盡量還是養成好習慣 不然的話呢 以後說真的看程式還真的蠻痛苦的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for i for j 這個for的寫法不一樣 第二個的話 裡面喔 輸出到哪裡 有沒有 其實我們是輸出到 我們是直接怎麼樣 把它print的出去啦 但是這邊的話 是放在哪一列 哪一欄的儲存格 然後面的話就是放什麼 一樣嘛 那只是說呢 在那個Python裡面呢 如果你這個 這個假設是數字對不對 你如果要串接 一個文字的話 在Python一定要轉型 但是特別注意喔 在VBA裡面喔 其實你可以轉型 也可以不轉型 也就是說你在VBA裡面 你可以 我記得好像轉型 好像也是STR這樣子 對也是STR 就是說你要轉成 理論上應該是要轉成文字之後 再跟X串接 對不對 但是喔 跟各位講 VBA有個地方 比較貼心一點 就是說喔 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你後面用AND 對不對 他遇到AND 他如果你沒有轉型 他會自動幫你轉型 也就是說呢 假設裡面是1對不對 他看到AND 他會自動幫你轉成1 而且是無條件喔 不會問你 也不會跟你講說你錯了 但Python比較嚴格 OK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有的時候啦 我就懶得寫 因為這個習慣的話 養成喔 以後你到Python 你就會常常會跟那個 以為跟VBA一樣 所以你就沒有轉型 這個第一點不一樣喔 然後AND這個地方 我剛剛講過啦 在Python裡面用加號 這邊的話是用AND符號 然後這個再加這個 後面等於什麼 兩個相乘的結果 所以其實喔 這個邏輯跟剛剛是差不多 還有呢 在VBA裡面有個net 有沒有 在Python裡面沒有了 其他的話還有就是 在VBA裡面一個模組裡面 可以寫很多的sub 有沒有 你會發現就是寫sub 但是Python裡面一個模組 就是直接就一支程式 OK 那可是在VBA裡面喔 一個模組裡面可以寫很多支程式 那程式的結構呢 用sub來當成開頭 結束的話就end sub OK喔 所以基本上 好像也沒什麼不一樣吧 只是說輸出的地方 就直接可以把它直接做輸出 所以這部分的話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自己再把這個比較一下 那其他的話呢 下一次上課 我們就是再來針對那個 4-way圈做信號輸出 比如說我想要輸出1-13顆星 像這樣子 該怎麼寫 反過來輸出 還有呢 再來就是說前面加空白 也就是說前面的話變成說 這邊有1到 因為總共13顆星嘛 所以1到12個空白加1顆星 那這邊就11個空白加2顆星 total全部加起來就13顆星就對了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寫 最後甚至 還可以畫出一個等腰三角星 這個題目好像也是正照考試題目 把它拿來寫的 再來就是畫圍圈 所以回去有時間的話 也許你可以先練習看看 比如說畫圍圈怎麼做前面一樣做過的事情 然後順便了解一下畫圍圈 那下一次的話呢 也會再來看幾個練習題 包含直速練習啦 甚至是什麼呢 甚至還有幾個是猜數字遊戲 這個還蠻好玩的 然後還有就是說呢 跟VBA的比較 我這邊有寫一些題目 所以回去有時間 也許可以先把這些題目稍微看過 那今天的話呢 也許我們就先講到第三個單元的 FOR回圈部分 下一次的話呢 我們就會再來看有關那個 FOR回圈的下半部 跟那個畫圍圈 那講完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第四個單元 所以後面的話 難度會越來越增加 所以請各位回去 盡量還是多一點時間 可能把它練熟 講過的東西後面都會用到 像今天的FORMAT FORMAT一定還有 FOR回圈也會不斷的使用到 所以請各位盡量 一定要熟悉這個語法 OK 那今天先到這裡 另外如果說你想要說到 今天的那個影片 一樣請就是再加到那個論壇裡 記得告訴你的名字 OK